台中市長盧秀燕上任第二天 就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你簽了這個東西 那你有移序嗎 他手上拿的紅色本子 就是前市長林佳龍 與德商霍夫曼簽訂的海水採礦被忘錄 首度曝光 盧秀燕說簽訂的內容似乎不單純 因為他第五條有簽 所以不可以提供 但是我們這個法治局看了 說這裡面應該都不符合 政府應該保密的事項 前朝簽下的保密條款 就連監督的台中市議會也無法取得 違反資訊公開規定 台中市政府跟他簽了約以後 他在全世界各地 包括在台灣 包括全世界各地 籌資募款 那這樣子會不會形同 台中市政府再幫他背書 霍夫曼與台中簽訂備忘錄 將投資1100億台幣 新建海水採礦場 而未來會不會因此 打著台中背書的名號到處招商 還是朝向廢紙 但因為他沒有實質的法律拘束力 所以這個部分直接單方的廢紙 我想應該是可行的 盧秀建新市府團隊 請向廢紙合作 但面對質疑 林佳龍也透過幕僚反擊 不要在政治鬥爭或政治心酸 就是我真的很期待 他今天有拿出新的東西 是我們在任的時候有被蒙蔽 還是我們沒有掌握的 卓冠林回應備忘錄早已終止 認為現在像是一場政治清算 海水採礦備忘錄的背後 是一間叫霍夫曼的一人公司 也不具備海底採礦的技術 前市府團隊沒詳細調查背景 就要和他合作 光是這點就足以讓市民打個大問號 也難怪新市長上任就一查再查 記者韓志勤張志凱 台中報導